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 同大家睇個新聞,這個新聞就講在小紅書那裏瘋傳 就有一個請人的資訊,這個資訊就說 香港用四萬五元去請洗碗工,超級多的內地網民想做 到底為何可以開到這麼高工呢?洗是洗什麼碗呢? 我們一齊睇睇睇這件事的來龍去脈 就有網友在小紅書那裏發帖,就說自己見到有酒樓請清潔工人 分別包月四萬五千元和時薪八十元,令到他覺得洗碗工月慎 有四萬五甚至乎以為自己是看錯 有不少網友看到這個招聘廣告之後,都說想衝去香港打工 甚至有些講三萬元他都想爭著做,因為內地做這些洗碗 只有四到五千元人民幣一個月,香港人工竟然足足是他們十倍 跟著留言不斷說自己想洗碗,但原來有了解行程的人說道 這個四萬五元原來是包月不是月薪,意思就是四萬五元要負責洗酒樓那個月的所有碗 但無論是外判出去還是被人洗,自己一個做或者叫朋友家人一齊洗都無所為,只要洗乾淨碗就可以了 有內地網民表示,香港人工比較高,四萬五很正常,但其實四萬五這個價是相當不正常的 是一個天價來的,這個價你在香港做專業人士才有這個價的 我解釋給你聽,原來飲食界洗碗包月計,四萬五元不算高薪 因為酒樓一年三百六十五日幾乎全年無休之餘,還有早五晚三間 假設找三個人做,平均都是萬五元一個人 有網友聽到之後,就覺得不如去便利店做吧,這樣計,馬上就覺得四萬五元好少了 而有網民就說之前其他飲食店見到洗碗包月的薪金是有五萬到六萬的 現在無加價之餘,反而少了一萬元 根據報導所講,有記者就問這個招聘廣告的餐廳查詢 這個酒樓經理就回覆了,這個的確是包月的工作 工作內容就是把廚房的碗碟洗乾淨,還有你要清洗廁所 工作時間都好長,每日早上六點半就要準備營業 去到晚上十一點就可以收工 如果你是計算通勤的時間的話,你一個人做完這個包月的工作 可能你每日只有幾個小時是自己的 還有一件事,你是沒得放假的 因為你放假的話,等於這間餐廳 沒有人洗碗,沒有人清潔廁的了 你想找人替你一兩天都不行,完全是這間酒樓燃燒自己的生命 這樣做法,可能做半年身體已經頂不順的了 你覺得這個價錢又合不合數呢? 下面留言啦,我們就下集再見啦,拜拜!